小喷姑是如何获得战神机甲的呢 以前的小喷姑非常弱小 每次将尸入侵 它只敢躲在其他植物后面 默默地输出 但是它输出太低 有没有它都一样 小喷姑你太弱了 我们团的不需要你这个混子 就是就是 我们不需要你 小喷姑你还是走吧 伤心的小喷姑来到河边 唉 又被人嫌弃了 我也想变强啊 突然一只巨人僵尸 发现了落单的小喷姑 救命 谁来救救我 就在小喷姑绝望时 豌豆战神出现了 只见豌豆战神 直接秒杀了巨人僵尸 大侠你好厉害 如果我跟你一样厉害 队友就不会嫌弃我了 小喷姑 我这么厉害 是因为我有战神铠甲 我的铠甲是完成战神试炼获得的 你想变强的话 可以到窝瓜大地那里接受战神试验 如果你能通过的话 也能拥有战神装备 谢谢你豌豆战神 我这就去参加战神试炼 于是小喷姑找到了窝瓜大地 窝瓜大地 我想参加战神试炼 获取战神铠甲 可以 一个强者不仅要有强大的力量 还要拥有足够的智慧 你只要能通过两关考验 就能获得战神装备 第一关考验你的智慧 第二关考验你的潜力 你只要答对我出的难题 你就能进入第二关 好 你出题吧 我们都知道太阳是属于白天 月亮属于晚上 那他们哪天才会一起呢 大家知道答案吗 知道的请把答案告诉小喷姑吧 大家能帮帮我答题吗 小喷姑你知道答案吗 我知道了 回答正确 进入第二关试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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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小喷姑成功通过所有考验 小喷姑 恭喜你通过了考验 我将赐予你战神台甲 穿上战神台甲的小喷姑 又有怎么样特殊的能力呢 关注我下集更精彩